爱上一个人需要多久 可能只需要一个稳的时间 而国外最羞耻相亲节目则表示 不需要太久 就算是陌生男女见面都可以亲亲 这样的恋爱挑战你想参加吗 节目组专门找来陌生男女 让他们接吻五次 期间不能有任何的语言交流 最后他们能否牵手成功呢 首先来看看女生 今年21岁已经单身一年了 她想找个酷似无厌祖的男人 或者有八块腹肌 而男生今年也是21岁 距离上次恋爱也已经半年了 这次他们要在大街上进行接吻 如果你是害羞性格的话 老豆建议你偷偷在被窝里 看这期的视频啊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要在公园里接吻 女生刚开始就已经紧张的不行了 这气氛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就这样两个人见面不到一分钟 接吻就要开始了 男生倒是很主动啊 一点点的向女生靠近 就在男生即将俯身时 女生却突然害羞的捂住了脸 但似乎男生并没有受到影响 该干啥还干啥 这就说明男生的心理素质是真行啊 很明显他们的第一次接吻 表现的都很害羞 不敢有什么大动作 结束以后 男生没有什么表情 女生害羞的直接低下了头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现在他们要去第二个地点了 镜头转换到湖边 这时候观众大概已经猜到了 这不就是老套爱情片里的剧情吗 滑到湖中心 然后在船上接吻 现在船上的两人越靠越近 似乎气温也随着这距离越来越高 这小子才第二次就上手了 保安呢 保安呢 现在第二次结束了 两个人又要换地方了 他们来到了游乐园的摩天轮里 果然是爱情偶像剧里的套路 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 小气氛一下子就到位了 两人这次亲吻的时候 还不忘紧紧的抱在一起 双方现在都比较习惯 和面前这个陌生人接吻了 结束后 女生的表情突然就有点落魂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男生居然还给他准备了惊喜 这不是一个陌生人接吻的节目吗 怎么还煽情起来了 任哪个女生能顶住这浪漫 看来这一轮两个人都挺满意的 现在下了摩天轮以后 就来到了人最多的街道上 这次的亲吻就会在这里进行 这里就有点离谱了 很显然地点换到这里以后 他们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 女生更是用恐慌的眼神看着周围 节目组还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办呢 现在真是尴尬的要命 可是该亲的还是要亲的 男生有点太主动了 很明显女生有点受不了这种尴尬 他居然拉过来气 来来往往的路人也就盯着看 一旁的大爷都傻眼了 他们尴尬的都能用脚尺头 抠出一套三十一厅了 这一分钟让人看得着实有点太漫长了呀 怎么感觉相亲节目都变成了整股节目呀 现在也终于到了最后一次 跟着镜头一起来到夜景最好的地方 这次的节目组终于是干了回人事 两人要在浪漫的夜色中完成最后一次的亲吻 此情此景 这对要是没成 那还真是天理难容 接吻结束后 看着女生的这表情 八成是没享受够 按照节目组规定 如果对方经过今天一天的接触 喜欢上你的话 在两个小时后就会去指定地点 那么他们究竟能不能牵手成功呢 两个小时后 男生先到达指定位置 女生也随后感到 虽然今天一天有浪漫有尴尬 但是接吻的确在短时间增加了他们的感情 最后也成功地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二对嘉宾 这对嘉宾可就有点不一样了 女生42岁 男生只有24岁 估计从外人看来 这位阿姨都能当他妈了吧 节目组着实有点恶趣味 但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他见到这个姐姐一进来就脱衣服 看来弟弟还是太年轻了 现在第一次接吻开始了 第一次两人都是闭着眼睛 看起来还比较云淡风轻的那种 就是感觉有点生硬 这时女生在旁边也不知是激动还是害羞 这第二次女生就要开始展开进攻了吗 好家伙 你们觉得是该心疼这位小哥吗 可能他是要想要不要主动一些 但是女生却希望他再亲的猛烈一些 年龄大一点就是不一样 主动起来真是拦都拦不住 第三次开始 亲完后 这个姐姐怎么一脸我饱了的表情啊 似乎再也憋不住的笑了起来 男生也有点期待 真是小母牛叹气牛逼到家了呀 紧接着是第四次新闻 可能是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姐姐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对一个刚刚见面的小男生 下这么重的手 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这个姐姐在每次亲完以后 总是会装得很害羞的样子 这时候男生的表情已经完全呆滞了 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终于到了最后一次的接吻了 姐姐真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时不时的还在回味着 可是这个男生呢 男生很明显已经有些自闭了 结束以后男生先行离开 如果有兴趣和对方继续下去的话 在五个小时后会在指定地点见面 亲吻究竟能不能克服年龄之间的差距呢 晚上女生先行到场 等待着男孩的到来 之后男生也来了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了 接下来采访过程中 男生说因为被那么猛烈的亲过以后 心里真的是留下了很大的感觉 姐姐呢 这一张嘴就是老司机了 说亲了以后会让他感觉好好吃 这嗯 有点抽负了 快把他带走啊 老豆呢也是劝二位耗自为之啊 紧接着开始下一场 这次节目的规则是 节目组会让男生在街上索文 测试究竟会有多少人同意 今天上街索文的 就是这一位有着外国面孔的小哥 小哥是个法国人 他觉得见面接吻这件事 在他们那里很常见 调查开始 第一次在街上找到两位非常卡哇伊的小姐姐 他们今年只有18岁 问他们是否会愿意 两位女生听到这个要求以后 他们的表情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尴尬 最终他们选择拒绝 虽然小哥长相英俊 但也不能想亲就亲 接下来也是一样 遭到拒绝 谁说日本女生都很花痴的 跟陌生人亲嘴还是很抵触的 在日本街头索文究竟会不会成功呢 大家都觉得面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 不会也不可能去亲他 此时的小哥已经被六位女生拒绝了 看来帅气外貌也并非人人喜欢 接着又问了两位19岁少女 节目组真可恶 专门祸害不经事的少女 他们选择了同意 两人被亲以后那是相当的开心 笑容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而且还主动亲了我们的小哥 还在我们的小帅脸上留下了口红液 之后的小哥像是作弊了一般 陆续得到了路人的喜爱 接下来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了 不但愿意亲 还问小帅可不可以亲嘴 好家伙的 这真是直接震惊老豆一整年 这位大妈更是迫不及待 直接把女儿推销了出去 终于遇到一名花痴的了 节目组刚询问是否愿意 他想都没想直接点头 好像特别害怕失去这个机会 小哥这个人可真是罪孽深重啊 这些人亲完小哥以后 真是开心真羡慕哎不对 是真讨厌这种节目 接下来又开始了漫长的被拒绝之旅 他们甚至连阿姨都没有放过 最终询问50个人后 只有8位同意了 怨天堂 大多数人能想到的都是 两人坐在咖啡厅 面对面谈着自己的需求 随后互相留下联系方式 各回各家 然而这种老套俗气的相亲方式 早都已经过时了 就在日本的一档相亲综艺节目中 节目组为了拉近两人的距离 另辟蹊径 要求两名来相亲的嘉宾 互相带上项圈相亲 那么这两人会因为 共同的链子而走在一起吗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 日本最羞耻的相亲节目 又整出了什么花样 今天故事依旧是两位主人公 女主名叫小美 今年23岁 目前单身一年 男主名叫小俊 也是23岁 单身时间有三年了 二人初次见面 互相礼貌的打了声招呼 简单的聊了两句 从画面中也可以看出 两人都不是那种非常健谈的人 第一次见面都略显羞涩 而这正好中了节目组的下怀 节目组公布了今天相亲的内容 那就是 两人用链子链接的状态下 完成五个任务 而且链子的长度 还会因为时间和关卡的推进 不断缩短 从最初的一米长度 到随后的80厘米 然后是40厘米 最后是20厘米 几乎是脸贴脸 两人对这个游戏规则 没表现出很明显的抗拒 小骏虽然面无表情地戴上了相圈 但估计心里都乐开了花 而小美则表现得有点害羞 在戴相圈的时候不断偷笑 即时开始 节目组给他们的第一个考验 就是带着相圈去咖啡店 因为第一次链子的长度有一米 两人勉强还可以分开站住 所以他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咖啡厅 但这奇特的装束 依旧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眼光 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因为还不太熟悉 他们选择面对面坐 链子就搭了在桌子上 而旁边的女生先是对两人的这一行为略显惊讶 随后微微一笑 表示理解的表情 心里估计已经在脑补少儿不移的画面了 这一次换成小骏有点害羞了 她不住地张望周围 而身边那些观众也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就差把我们都懂这四个字刻在脸上了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小美的椅子实在太靠后了 但因为链子的关系 她又不方便挪地方 小骏不得不顶着全无人的眼光 跑到小美身后 亲自为她挪板凳 这时小美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小骏反而因为这个举动彻底放下包袱 不以为然 但气氛依旧陷入了尴尬 两人赶紧喝了口水 离开了这里 通过第一关 节目组相应的也要减少链子的长度 两人之间的距离也缩短至80厘米 第二关的任务是两人共同打保龄球 这黑丝可真好看 啊不对 这保龄球真好看 只见小骏助跑两步 将手中的球一把抛出 一次撞翻了所有球瓶 好家伙 看不出来小骏这水平还挺牛啊 小美也是高兴的鼓掌祝贺 接下来换作小美 虽然抛出的动作看起来软绵绵的 但结果只差一个 技术也还不错 随后小骏又展示了几次 自己超高的保龄球水平 都是一打全中 看来是常玩的人啊 第二关完美结束 两人之间的链子长度也缩短到40厘米 同时游戏也进入到第三关 那就是在KTV唱歌 说实话 两个成年人之间只相距40厘米 这长度就差亲在一起了 随后小美高兴的在包厢里一盏歌喉 而小骏就静静的坐在一旁凝视着他 双眼充满爱意 看来此时小骏已经坠入爱河了 到了这地步 这气氛和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两人随后换了个位置 由小骏拿着话筒唱歌 即便嘴里还嘟囔着歌词 眼神也离不开小美 看把小姑娘羞得脸都红了 随后小骏又来了个摸头杀 这谁能顶得住啊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两人脖子上的链子也缩短到最终的20厘米 而最后一关的任务就是故乡喂食物 本来就挨得相当近的两人 现在看起来就跟真的情侣一样了 吃完饭后 两人互相抱着又跳了一支舞 不得不说 要是每天都过得这样清闲日子 是问谁能不心动呢 实验结束 节目组给予两人选择了权利 如果对对方不满意 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开链子 随后两人分别多把双手放在脖子后面 随着一段时间的沉默 他们又双双把手放了下去 这也意味着他们都互相承认了对方 让我们恭喜这对新人吧 接下来出场的两位嘉宾 女嘉宾名叫小菊 今年20岁 单身一年 男嘉宾名叫李哥 今年25岁 目前单身25年 也就是母台solo 而这次节目组又开始不当人了 他们这次相亲的地点 竟然是小菊的闺房之中 人家李哥本来就没谈过恋爱 不但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更不可能去过女孩子家里了 你这不是引导别人犯罪啊 第一次来到女孩家中的李哥 明显有点手足无措 就连小菊问他喝点什么时 他竟然来的句 不喝 我喜欢渴着 可见这行为 对他幼小的内心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力 但小菊翻找一番后 竟然发现家里并没有啥喝的 只能出去买点 说着说着 就重新拿起衣服 准备出门 这时候李哥忽然反应过来 他即将独自待在小菊的闺房之中 而这也是节目组 给予李哥的第一项考验 原来小菊的屋子里 已经被节目组安上了摄像头 作为相亲的第一关 节目组想知道 第一次去相亲对象家里的李哥 究竟会不会在小菊的家中 做一些龌龊的事情 实验开始 此时小菊已经坐在金氏器面前 观察李哥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干什么 而房间内的李哥 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使劲地在那里观望 金氏器前的小菊 看到李哥这么奇怪的动作 心里也不免慌张了起来 嘴里不住地嘟囔着 他不会要拿出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仔细翻找一番后 李哥拿出了一本书 开始前后翻看 这时候坐在监控前的大家 才长舒一口气 还以为李哥会掏出什么 不可描述的东西呢 不过话说 独自一人在女生的闺房里翻找 的好吗 此时小菊为了不让李哥起疑心 还特地给李哥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他撒谎称 自己刚刚买到功能性饮料 但还想买点其他搭配的东西 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 让李哥在家等他 一听小菊回来还有一会儿 李哥那颗躁动的心可坚持不住了 立马站起身 开始左右张望 但他殊不知 自己的一举一动 此时都被监视着 李哥第一个要看的地方是阳台 就在小菊还很疑惑 他去阳台干啥时 就听到李哥在监控里 嘀咕了一句短胖子 此话一出 就连坐在场外观看的女主持人们 都憋不住笑了 小菊更是尴尬的大笑 因为害怕再过一会儿 李哥会做出什么更离谱的事情 小菊拒绝了节目组 再等一会儿的邀请 赶紧跑回家中 将李哥带了个正着 节目组一开始 给李哥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就是家里安了摄像头的事 随后小菊又质问他 为什么要乱翻自己的东西 李哥对此哑口无言 只能尴尬地说 觉得那上面的花纹很好看 所以才想拿起来看一下 小菊生气地打了李哥的头 骂道去见上帝吧 臭流氓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呀 李哥失败离场 那么接下来有请下一对实验者 这两位嘉宾 男生叫许哥 女生叫小花 同样是小花把许哥 拉到自己的闺房之中 两人在房间内 互相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小花就借机出去了一趟 跟之前的套路差不太多 那么李哥会在小花家里干什么呢 只见小花前脚刚踏出家门 李哥立即打开了小花的衣柜 插着个腰开始欣赏起来 小花也在车上的监控器中 惊讶地无嘴道 嘴里嘟囔着 别这样别这样 李哥发现衣柜上半部分 都是穿在外层的衣服 没什么看透 眼神瞟下了下层的几个柜子 那里面放的都是小花的贴身衣物 许哥蹲下身 从一个盒子里掏出一件 雷丝状的东西 并挂在了上层衣服上 这是什么操作 连刚才大呼小叫的小花 也不明白了 呆呆地看着监视器 想知道许哥究竟想要干什么 随后许哥从兜里掏了掏 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照相功能 这也太放肆了 你说你偷偷摸摸看看也就算了 怎么还想拍照留念啊 本来说好十分钟的观察时间 小花是一分钟也忍不下去了 绝对不能任由一个变态 在家里胡乱翻东西啊 节目组跟许哥讲述了前因后果 以后变态男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当小花质问他 为什么要偷拍时 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许哥浑身冒汗 估计心里也害怕他报警 把自己抓走 小花紧接着又说 你想要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为什么要偷拍 此时的许哥无言以对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只能低头不断道歉 就为了一己私欲而断送了爱情 真是不值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会同意让自己不熟悉的朋友 来自己的房间里吗 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Hammonds 吱 grab We act we来 我们 privileged人 伍 游 艺 感谢观看